蓝湛瞧见内侍工人神色张黄的通传阿英偶血昏厥的时候,内心大惊,面皮上却依旧,冷峻镇静。 还爱着陛下仍在身边,太后似对他们,突然造访受康公,有着隐隐不悦。 她献,下世断不能直接贸然闯进内卷殿里,可又怕御人真有个三长两短,够让她悔恨于,生。 看来之前暗卫所报受康公太后病重的消息不实,谢允手里撒出去的探子应是有人,叛了。 宿传太医,帝王直接下命令,蓝爱卿先去去扶酒皇帝到僻静处歇息。 蓝湛低头英声,道了句诗里了,便随着内侍工人快步进入内殿暖阁,见着跪着, 侧趴在染血挨脊上已无知觉的阿英,立刻上前伸手探了探鼻息,扣住手腕茶迈向。 但,福气还散乱无序,甚至有逆行之状,英还有生机,便迅速从阿英腿弯处直接将人抱起,大步走出了寿康公。 暖阁内,屏风后,于婴儿一早天蒙亮,就跑进寿康公给太后请安, 刚一见就扑跪在太后膝前交声报,怨渊正王静那汉妾, 借着自己曾是原先梅山姆家小主子的背景,和太后哭闹了好半天。 财产的太后手啃,帮她讨回府里吃的大亏。 她一直躲在屏风后,瞧着那公子应受戳磨。 可是这妾生子偏偏才跪几个时辰,就没用倒地了,竟还是王爷亲自抱走的,让她眼红急,度万分。 真不解气。 姨妈,怎地就这样放她走了?于婴儿给太后捶肩。 不然如何?她才嫁入府三日,今日归宁,要真送命在我宫里, 你家王爷能对,你有好脸。 没看陛下,皆也恼了吗? 婴儿不管,凭她和偏院那个叫三三的妖孽, 是不是柔非的儿子都不能和她分宠。 于王爷,况且香柳不能白死,她也是眉山母家选上来的。 于婴儿不愤,那日王府斋,星阁被那公子应好一顿数落,竟让王爷还关了她禁闭。 一个丫头骗子死就死了,你什么时候能扯着渊政王的心才是要紧事? 太后,伸手拍了拍帮自己按摩的于婴儿,这丫头当初凭着性子,非要嫁入王府也有年头了。 怎,还是如夫人,也不见台位份,肚子也没个动静。 于婴儿一听,这个更委屈,之前十天半月,不见来院里一次,不是军务,就是入宫朝,会。 对,要么就是边防,这突然那妾,简直就是被妖孽勾了魂,日日夜夜站着,总不见蓝湛,的人。 前缘都爱仙,南昆再好,都不如女昆柔嫩可人疼,你还怕比不过一个病牢药罐子,和吃傻的呆子吗? 太后心里不屑,原来那个妖媚模样的柔妃,曾经圣宠如何,西思成,嫡系又如何,还不是宫里活不长,也护不住自己儿子,给人上杆子做妾事。 连丰院,连心阁。 可可可,阿英迷糊中突然气粗,猴头顿觉心田,瞬间呛得他好一阵咳嗽。 醒了醒了,殿下已醒了,太医擦了擦额头的汗珠,他今日刚进宫点卯,正,在太医院准备日常所需药材的时候,就被几个内室工人风风火火地扯到了连丰院,路上,说是酒殿下昏厥,急需救治。 线下如何,翠玉屏风外传来帝王的声音。 回陛下,已进行失真,殿下因原本身体底子差,气血淤质,心脉不稳。 晨开,挤付方子,多调养调养或有好转。 太医绕出屏风,跪下回话,心里直打鼓,他行医,大半辈子了。 鲜少能在皇亲国妻的昆泽里摸到这么糟糕的脉象,若再不好好教养着,这便是早腰的症状啊。 有劳太医了。 蓝湛在阿英昏迷不醒的,后一直坐在踏前照顾,方才急需行针,便帮太医解开了阿英的领口腰带,四海露出之,钱欢好时惺惺点点的红韵。 纳姑把九皇帝就托付给你了。 帝王示意蓝湛继续照顾九皇帝,等情况稍稳,定了再出宫,太医仍可继续留用。 交代完了就转身离开连峰院。 谢陛下恩典。 蓝湛谢恩,起身送帝王一驾回转到寿康宫。 连心隔离此刻,就剩下太医和他上刚刚转醒的阿英一起大眼瞪小眼。 咳,多谢太医了,阿英又咳了下,头还昏沉得厉害,嗓音微哑。 医者本分,殿下无需言谢。 只是,太医见陛下与冤正王两位前身斗补,再,紧留殿下一人,恰好能趁机说些内微病症。 阿英看太医有些欲言又止,疑惑道,太医不妨直说,还有何处不妥? 殿下是否房事不调?或是不喜? 近些年全无半分,曾有过雨露朝制的迹象,也无标记,乾坤相合。 雨露顺遂,才是昆身养生之道。 尤其天前地昆更易多多,能催,信掉信,太医又上手,搭麦叹了叹,扶了扶自己的胡须。 昆身年纪轻轻,就冷淡寡欲,可不是好兆头,枪体也欲成得不全。 本君,嗨嗨嗨嗨嗨,阿英刚想张口分辨,就被呛得一连串咳嗽,怎么就,随便叹个脉,似是连底库都要被叹得一清二楚。 蓝湛返回连心阁的时候,顺带把已经煎好的药汤端了回来,一进屋就瞧见玉人,躺在床上揪着领口咳喘得厉害,小脸蛋也咳得红扑扑的,怎咳得如此厉害? 无碍无碍,乃气喘不顺所致,按时服药便能缓解。 太医将银针万针都收入,匣中,把所开药方交到蓝湛手中,便提着药匣子离开了连丰院。 阿英见太医终于离开,心里暗舒了口气,幸亏方才蓝湛不在,不然要休死自己。 招手让蓝湛扶他起来,胸闷气短的,躺着难受,总想咳。 怎地不再歇歇? 蓝湛伸手把阿英从他上捞起来,给他身后放上软垫,帮他,俯后背顺起。 咳,好多了,阿英冲蓝湛笑笑。 蓝湛低头皱眉,看着面前的御人,沉起出门才好好的,怎地两人就离开几个时,沉就成了眼前这副病样样苍白的模样。 从前助你恢复丹腐气海,为求能有内力护住心脉,殿下便是这么实用吗? 蓝湛一探脉搏,就知道阿英定是用真气乱来所致。 别恼了,太医不是说吃药就行吗? 阿英扯着蓝湛衣袖晃了晃,他要是不拼,这用内力勉强逆转气血昏迷,估计这会儿还在跪着送毒罚钞呢。 蓝湛瞪着阿英,面色冷得可怕。 回想刚入暖阁内,就瞧见玉人气息奄奄的福在,挨挤上,唇口满都是血,惊得他杀心乍起,差点掩不住威压,便要荡平了寿康宫。 本军都做刺猬了,王爷怎还不乐?差点便官夫,如何乐? 蓝湛把阿英的贴身长裤往上卷了卷,膝盖处显出大,骗青子。 撕,蓝湛只轻叹了探那片青子的区域,便疼得阿英直倒气,又让你跪了。 夜惊于琴,荒于西玛,许酒未跪,就是样子看着严重些。 阿英怕他再气,挠,把腿缩了回来,亏得今日三三没有一起闺宁,两人一起罚跪,跪得更久便更疼。 从前要是三三气傲不服软,更少不了皮肉之苦。 他乖巧地伸手,端起茶几上以微凉药,碗,仰头便一饮而尽,预料中的满口苦涩,仍呛得他皱眉扁嘴,这些年喝药已是常。 太,只是这不怕苦的功夫,竟是一点都没长进。 苦尽甘来终有时,既知要苦,便要惜命。 蓝湛虽脑阿英当时的决断,却也能料想到当时玉仁的艰难处境。 低头从袖子里摸出几个花纸包的糖果,给他包了磕,塞嘴里。 竟还带了这个。 以前他们私下临间相会的时候,就常能吃到这个糖,可算价格不菲。 一开始缘由,是蓝湛总要远赴战场,还要操心他的课业。 故而,每次将要大军开拔时都会给他带一大,包糖果子,让他数着日子吃,乖些看书。 等糖,吃完了书看完了,他也就回来了。 其实,香柳之流的碎嘴宫女,有些说的也算对的。 他是从前和蓝湛总在宫墙内偏僻处的树林里,相见,一开始两人都是寻着理。 蓝湿家规教养那么森严,哪有那么快便有着扯衣上滚,草地的梦浪行为。 后来他们,阿英不可否认的是,那些关于双生子双星获释的纷纷扬。 杨传言中所提到的衣裳脱得快的那个人,确实是他。 糖不甜吗? 蓝湛瞧着玉仁垂眸陌声含着糖,也不见丝毫喜乐。 你如何知道那名幻香柳的和我相关,幸是蓝湛和皇兄在母后那儿闹了衣,饭,给他抓住空档,才好想法子逃脱。 蓝湛又包了块糖喂他,玉仁脸颊两边,塞得如同仓鼠一般。 他的香囊丝掏上被反着团了个结。 蓝湛当时正要帮帝王选个倒霉鬼出来扯,虎皮,唱大戏。 余光一瞧,便看见那个身材略微高挑,身着艳丽的宫女,腰间香囊丝掏。 上的反结的样式一看就是阿英的手笔,定是这小宫女说了什么,或是做了什么,让阿英心。 礼不喜,团了结也记了仇。 阿英含着糖快,应了声。 蓝湛总是能记住他这些小事,以前闲暇时在林子里,陪他读书的时候。 阿英就喜欢用指头绕他腰间玉佩的丝掏,总是团成一个个结,然后,等故事都讲完了。 觉得欢喜,再一个个解开,觉得不喜或无趣,就全戏成反结,乐此不,皮。 蓝湛才散朝时,便有小宫人来给他密报回禀阿英,被请去寿康宫喝茶,当下正处于,前身无法独立进内宫的情形。 恰巧朝堂上帝王受了太后,麾下官员的恶起,也要一同钱,王,便迎合地心顺水推舟,闹了一出帘子戏法。 其实,你本不该管这内宫之事,皇兄也舍不得本君这么快就一命呜呼。 阿英叹气,毕竟他这个活靶子还堪大用,坐壁上官才是王道。 蓝湛这样出手染进来,他,公子英自然也就成了蓝氏的软肋,原本做个表面平淡的联姻夫妇,才应是他们俩的生存,法则。 进宫前,阿英曾特意嘱咐蓝湛对他莫管,莫问,就是想与蓝湛分清关系,来日真道。 万不得已使好尽一份力保他与蓝氏少受皇室纷争侵扰,不能白乘着蓝氏对他哨时的娇,福之恩。 于阿英来说,世间确实锦蓝湛一朵结语妙莲花,这样的人理应当存磅礴青云,知智,定国安邦之心, 不该把心思存在他一个脏心烂肺的落魄皇子身上蹉跎岁月,若,等到时机恰当时,就应果断气了他, 才是上策。 虽说人心难防,临婚迷前的一瞬,心头翻滚而出的字, 没来由地令人心悸如骨,教得他凡乱不已。 线下舌尖上的弥漫的甜,却如徐徐清风拂面, 奇妙地让他平心静气,惬意从容。 没品出来,糖就化了。 阿英念着那丝甜,把蓝湛手上最后一块也聚为己有,塞进口中。 理应同甘苦,殿下却偏要独享。 蓝湛抬手戳了戳阿英鼓起的塞边,青身浆,他压到床榻上, 发丝如铺般倾泻在对方浇好面容旁边, 唇舌循着糖果的香甜气味变碳,了进去。 是要和御仁一并细致品味一番。 阿英眯着眼眸,指尖绕着对方的发丝,不停打圈。 懒洋洋地纵着身上的人随意翻搅, 瞬息,同他争抢着糖果的香甜。 约一盏茶后,某人早已不满足仅一块糖的甜蜜。 贪婪,得开始向下游以徘徊, 似是要把方才所有扎过银针的方位全部细细品味一番。 蓝坏人,专捏他这个软柿子, 欺他陷下腿疼胸闷头晕,无力推举。 阿英被左一下右一下搓磨得浑身发软, 还不敢出声喘息。 店外有耳朵, 微喘着巧声提示还在他身上作恶的蓝战。 方才就在,耳朵,眼睛都有, 依旧紧缠着不放。 那你还,阿英瞪眼, 这不是平白落人口时, 就等着瞧你我是不是真浮浮, 假浮浮不是也能, 哪个捅你是做假的, 为夫先去批了他。 蓝战见阿英被他吻得上不来气, 轻声, 调笑他, 在他耳边小声交谈, 俗人烦心才当堪用, 好戏可要做上全套。 二人借时踏前有屏风隔断, 店内昏暗, 性能让外面眼睛, 耳朵都听不清, 看不, 明。 自获星双生子与蓝氏的联姻婚讯散播出去以后, 不管是朝堂还是江湖都议论分, 分。 今日这会是哪一方还在惊议他们的关系, 是母后, 皇兄还是其他藩王们? 你不会趁机匡骗本君吧? 阿英狐疑地盯着蓝湛, 本王岂敢? 劳烦夫君多沸沸嗓子, 蓝湛的手掌顺势揉向阿英亲子的膝盖, 瞬间疼得阿英惊喘出声。 乖, 别憋着, 就要舒坦了, 蓝湛把阿英越缠越紧, 手掌附着真气帮他揉, 捏着膝盖, 加快促进活血化瘀, 不然过一夜铁定肿得更厉害。 惯会欺负人。 阿英实在动弹不得, 只能咬他尖头, 出口恶气。 蓝湛故意大力, 帮他揉膝盖, 引他连连惊喘出声。 那在外人听来, 岂不是他们在青天白日里, 在偏殿情难? 自已, 他这打己妾室的名头, 很快就要飞满天了。 冯公曾说, 妻不如妾, 妾不如偷, 蓝湛引经据点, 还不忘骚他养肉, 逼他出, 生。 羊, 不要, 阿英被蓝湛固在怀里使劲折腾, 喘得厉害。 再偷一会儿, 小狗狗, 别咬, 肉香, 蓝湛扯着他来来回回扑腾了好些时候。 晃有的阿英头晕得厉害, 这还不如两人, 实打实地来, 至少他会比现在省些力气。 二人做得虽是假戏, 可折磨的却是真人。 要不要吃清心丸? 阿英递给他, 自己平时戴身上也没啥用, 反正他也无慎, 雨露漆。 蓝湛用眼神示意怀里的御人自己收好, 别再乱动, 略歇会儿就好了。 其实真来也无妨, 霍兴的谣言本就满天飞, 本君也无慎明节可以再世。 阿英沉声道, 貌似那眼睛耳朵是冲着自己来的。 莫胡说, 轻者自然轻。 蓝湛松开了怀抱, 帮阿英把散乱的发丝梳理好, 整, 离好衣带领口, 给他套上小靴。 哦, 阿英觉得自己就多于担心, 看来没啥生理影响, 瞧那脸顿时变得蜡月, 寒天的感觉, 好似刚才和他纠缠的人不叫蓝湛似的。 落日余晖映晚霞, 直到深时末, 方才算正是出了宫门, 身子骨软得厉害, 只能被蓝湛抱着上了马, 车。 等马车快速奔跑起来时, 阿英才觉得自己又算活了过来, 肚子不自觉地咕咕叫。 这, 宫里大半天的, 他和蓝湛二人都基本水米未尽。 春桃, 本君好饿, 阿英自打出了宫门, 心中瞬间轻快不少, 渐渐显露出丝, 底下的烂漫神态, 扯着春桃手帕闹他。 小祖宗, 咱到家就不善, 您别折腾我的帕子, 才秀的, 春桃瞧着自家主子, 脸色苍白, 嗓音还略哑, 不知在白日, 在宫内是受了怎样的搓磨, 才会如此。 静心养神, 蓝湛瞪, 哦, 阿英乖乖地已在软垫上, 闭上眼眸, 都好半天了, 怎么还恼她, 蓝坏, 人, 臭冰块。